嗨 大家 新年快乐 前几天因为打又又又开发布会了 别说这次发布会的内容还是挺带劲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比赛给我一台4090还要带劲 除非真的烦 虽然这次发布会印记和技术都有发 但是我想先从我觉得最带劲的 技术开始 最近各种AI真的是大爆发一样 我们可以和ChatGPD聊天吹水 也可以用几乎完全不用接管的辅助驾驶 还有前段时间抱负的AI作画 可以说现在AI已经偷偷地渗透到了各个角落里面 话说RTX40系列升级的个DLSS3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DLSS里面的DL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Date Learning 深度学习的意思 过了这么多年 应该没有人还会怀疑DLSS的作用吧 在画质几乎不损失的情况下 还能白调整数 不讲道理 原理其实就是通过降低分辨率 然后再用AI算数一个高分辨率的画面 我当时还寻思了这么猛 游戏里面都能实时渲染出来 那什么时候给我来个视频超分辨率 这不真来了 2月份之后RTX3040系列的显卡 就能用超分看视频 直接1080P补到4K 诶 那岂不是不用大会员了 可能前面这些确实感知最强 诶 但是消费者有了 那创作者也不能落下吧 英伟达可以说就是和AI深度榜利的好兄弟 从生产到消费 创作者到玩家全都有AI参与 NVIDIA Broadcast有没有小伙伴听说过 这是个主要给直播用的软件 一开始只能实时语音降噪 弄着弄着视频降噪也加进去了 抠图自动聚焦也弄了 现在科号 直接开始微操 加了个眼神接触功能 注意眼镜 就算你在看旁边的题字板 没关系 直接把你的眼睛扭过来 幅度贼大就算了 好像还不怎么影响表情 什么巧媚啥的都没有问题 这就很夸张了 看过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玩过Canvas 只要画几根线 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出来 也能给AI圆回来 离谱 但是好玩归好玩 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个玩具的水平 拿来玩一下就关掉了 但是这次的更新 Canvas变成了Canvas 360 字面意思啊 它可以直接用画笔 简单地画出全景图 这个全景图 还可以导出成环境贴图 给3D场景用 甚至还带光追效果 以后别再只用 软件默认的天空盒了 前面这些我还能多少想象到 接下来这些创作者的部分 我就怎么说 可能这样 比如说NVIDIA Omniverse 是个3D设计协作平台 是NVIDIA Studio的一部分 嗯 有点绕 这么说 它是一个能把各种创业软件 连接起来的平台 咱们都知道 树叶有专攻对吧 那这个软件 上成这个 那个软件上成那个 而Omniverse 就能把它们全部揉在一起 什么3DS Max Blender C4D C4D C4W引擎 Unity 等等等等 差不多40个应用 全部都能连接起来 里面有没有你在用的软件 连接起来之后呢 这些软件不但不用互相倒来倒去 转换成各种格式 甚至还能实时同步 比如这边的贴图 这边马上就能看到预览 不只能有预览 因为有RTX和DLSS3 还能做到几乎实时的预览 甚至不只是本地实时预览 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的云端同步 甚至还可以在笔记本上面预览 诶 没错 这会一起发布的 还有笔记本版本的RTX40系列 大家应该都知道 笔记本上面的显卡 不是直接找版过来的 而是优化功耗的版本 也就是英伟达口中的MaxQ 跟着RTX40系列笔记本发布的 已经是第五代的MaxQ了 这代MaxQ可不只是降个屏 显个功耗这么简单 跟着绑定的新功能是DLSS3 低电压的GDDR6显存 和三段速显存控制 4090的缓存还相对于3080带宽翻倍 容量直接增加16倍 简直是专业对抗 DLSS3的新作用主要是插针 再加上DLSS2的超分辨率 这不得直接跑过J2077 显存也是个耗电大户 甚至在台式机上面 显存有时候能到100多度 RTX4090单单显存功耗 就能超过50W DDR显存加上三段调速之后 终于不是要么带机 要么爆竿的二极管了 而是可以以目鱼 实践和不完全实践 ADA架构 DLSS3和第五代MaxQ 一起塞进笔记本 能耗比应该是要爆增了 这回的笔记本显卡的性能 应该涨了很多 甚至4090都回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 恰巧踩你雄后的小伙伴心动了 旗舰卡那可以大力出奇迹 中端卡反而会更看重能效 这次904070最低都能控制在35W 之前可是只有3050这种级别 才能做到 小伙伴们可以去搜搜看 14英寸的笔记本 以往顶天就用个 2050 3050什么的 其实就是散热的限制 之后可能就会有4070的 14英寸笔记本了 相报啊 而且上面提到的那些 从生产到消费的一系列新技术 全都可以直接在笔记本上面跑 估计在4090的笔记本上面 应该真的有移动工作站的感觉了吗 今天都到这里了 我不如给大家整理一下 RTX的笔记本应该怎么选 其实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RTX4080和4090算是旗舰笔记本 它们都比较适合那些游戏党和 需要移动生产力的人 估计这次的4090性能 能比台式机的3080还要强一些 笔记本跑光追传也不是梦啊 再说生产力方面 这两个GPU的双边解码器 加上CPU的QuickSync 我是觉得解释屏会比M1舒服 毕竟从兼容性上来说 微音台是有不少的优势的 4070 4060和4050 4070最理想的情况下 可以在上代1%的功耗 实现同级别性能 明显更完整有一些 从性价比比较高的游戏本 全能本 到高性能的轻薄本 设计本都很合适 总的来说呢 这次英伟达的发布会 就让我有一种感觉 好家伙 技术壁了又增强了 各种工具 软件 AI叠加 降低操作难度 提升效率 本身就是占据上风的DLSS 也没有停滞 现在笔记本显卡 要把更新的技术和更强的性能塞了进来 再加上笔记本本来就便于移动 还有摄像头 触控板这些周边设施 甚至NVIDIA Omniverse 这种基于AI的3D协作平台也出现了 有没有可能 之后笔记本反而会成为工作更好的助手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订阅关注哦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我是切莉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